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时超评述 李旺洋这件事情呢 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暂缓的局面 这种暂缓的趋势呢 是没有看到香港人有更多的所作所为 那他的网上联署签名呢 将近两万 这是我们看到的 另外一面的这种缓冲呢 是中共政府本身呢 有一些动作 有一些松口 特别是邵阳市政府在讲李旺洋这件事情呢 不再说是自杀 而是意外死亡 这么来评述 但是很多网上的评论集中在一点 就是胡锦涛已经确定7月1号到香港去 消息已经证实了 而作为另外一派 港人这一次要针对李旺洋的死 向胡锦涛发纳 这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那所有有关政府的 所谓中共政府的软化 对李旺洋这件事情的软化态度呢 都被香港和各个媒体认为呢 这是缓兵之计 那为什么是缓兵之计 而不是真实的一种操守呢 一些细节就披露出来 而我自己的分析呢 几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这应该是曾庆红出的主意 周永康利用自己的人脉 原来的人脉 让下面干的事情 但是曾庆红这首做的呢 会直接影响到胡锦涛和习近平 那高层政府 也就是中央政府的这种软化态度 对这件事情的软化态度 包括曾英权对这件事情也有表态 大家就看出来 香港人从上至下 从政府各个部门到立法会的议员 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政协委员 都对这件事情提出意义 这样就造成了对习近平极大的压力 因为习近平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主管香港事务 而胡锦涛要到香港去访问 这就形成了正面的冲突 这就是真正要杀掉这个李旺洋的原因所在 挑起事端 这我一再提到 这就是曾庆红最坏的地方 他最能会做的地方 他的眼界 他的阴险呢 应该超过周永康 而周永康呢 要透过自己掌控的人脉呢 去完成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场面 而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 胡锦涛自己作茧自己造成了 德国之声的文章这么说的 当局调查李旺洋死因与港府来合着 施施缓兵之际 那文章呢 再次引述是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 湖南省政府在压力之下 对外宣称重新展开对李旺洋死因的调查 但多名评论人士认为目前官方已经销毁了现场证据 真相很难调查 官方的表态呢 恐怕是为了胡锦涛到香港访问呢 施以缓兵之际 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 这里再一次是南华早报出手来报道 南华早报是香港的英文的党媒 南华早报的老板是吉林省的政协委员 前后是这么搭嘎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样的出来呢 它代表某种他们要表达的意思 换个角度上说呢 它这样的出来呢 是想引导香港人的想法 带有这种含义在里面 文章除了介绍我们刚才提到那些内容 接着讲说早前外界传言指 湖南绍阳市公安局局长李小葵 与国保大队的队长赵鲁香和李旺洋 不明死亡有着直接关系 这直接点出名了 一个是少安市公安局长 一个是国保大队的大队长 而南华早报报道说 李小葵告诉他的密友 并没有下令杀害李旺洋这名民主人士 并称李旺洋的案子非常复杂 很担忧自己成为李旺洋死亡案件的替罪羊 李小葵学王立军干一把 你现在只要有活动时间 你就干一把 这件事情 就这段消息 我觉得非常具有价值观 我们在最一开始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陶哥已经说 当地地方官员 地方的公安局 国保杀掉李旺洋 没有任何的理由 犯不上 一点都犯不上 这是第一个 原因很简单 李旺洋在死之前不出名 没人知道他 地方是个小地方 在监狱里待了21年 在监狱里想怎么让他死都可以死了 何必让出来杀他呢 这是我们当时评论的 没有任何基础 而他的死 李旺洋的死 是在香港有线电视台 林建伟采访他之后 在香港六四创纪录18万人出来之后 在香港的媒体播放出来 李旺洋那种宁可掉头 也不回头的那种男人的气感 表现出对自己的价值观的坚持 而他直接触及到的呢 他是六四的受难者 他是六四的抗争者 真相的寻求者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6月6号清晨发现他被自杀 就在大的背景之下造成了 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轰动的效果 想制造这种效果的 绝非湖南省少阳市一个公安局局长 他愿意干他想都想不着 关他屁事对不对 这个大家我相信所有朋友能明白 而香港出了事情 出了这样大的动荡 直接威胁到习近平 证明习近平领导有问题 而激起这件事情激起来 就会造成政法委系统的价值 存在的价值 所以一切的操守 这是我判断的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 只能被解释成 这是周永康利用人脉干的活 然后应该是曾庆红出的坏招 从大的角度来讲 打击胡锦涛在十八大的安排 和过去的时间里面 在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 这件事情的操守 他的软淡的做法 这软淡的做法被人给扯了 这就是应该就这么干了 所以我们今天现在看到最新消息 就是邵阳公安局局长李小葵 自己明确讲 我没下令 跟我没关系 外界一直猜测 说是他们干的事 这是媒体放料说的 对吧 他们要承担责任 要让他们背黑锅 上级政府 中央层面的政法委系统 玩他一个 邵阳公安局局长 想怎么玩 不怎么玩啊 因为这位公安局局长 不能还没有像王立军的气魄 我干脆豁了干了 他没那么想啊 所以被人玩里头了 对吧 有短吗 就是你有想法 想得到什么 保护什么 就是你做人的短 就像胡锦涛似的 以为在天意之下 这次我团派做大了 我可以怎么着了 你有惦记 你有保护 你就是你的短 人家就能整理 笨 所以旁边的这些 什么 什么这毛是 那毛是 帮着出主意 笨 想想是不是老太太上级 我笨蛋 你想护着他 就有备于天意 有备于天意 就会被另外的方面整理 这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 那文章接着分析说 政府的这种软化的做法 是不是胡锦涛缓兵之际呢 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他有客观作用 很可能是这样 但是呢 上面我们看到那个消息呢 还有一点呢 他是南华早报披露出来 一个消息就是指 邵阳市的公安局的局长讲 李小葵说 这件事情很复杂 是被南华早报披露出来 所以这个南华早报这么披露出来 是不是胡锦涛或者习近平 想表明自己对事情是真相 是有一定认识的 是你周永康要在里面参加 或参杀的造成的 有这种意思 因为南华早报的背景呢 是党报 是大的党报 这有这可能 当然我们只是以非常表面的概念呢 我们看到这种可能 那文章里也讲说 香港大公报报道讲 现任的行政长官曾英全 已经做出表态 理解港民的看法 他自己也认为 李旺阳的死亡有疑点 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之下 作为行政长官的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维护香港市民 表达这种看法的权利 他已经向中央反映了港人的意见 相信内地当局会对此事呢 严肃处理 这都是一种缓解的做法 但是呢 曾英全这样的表态呢 是不是跟上面有关系呢 也就是说 跟习近平指挥他这么表态有关系呢 有这种可能 因为他的表态就会减缓港民们 香港老百姓们的 对这件事情的愤怒之感 对吧 但是作为梁振英 就是一直没表态 一直到曾英全表态之后 他才磨了两可的说 他是接任者 他自己的背景呢 相对就更加复杂 他就不向曾英全来这么操守做 曾英全呢 就是一个笨蛋 对吧 自己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然后禁不住诱惑 所以干了这么一段事 都快 都马上就要回家下台了 还紧着跟港人道歉 说我又做错了 又做错了 你说哪和哪呢 既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又禁不住一些这些利益上的诱惑 然后自己呢 还想有所作为 多难为你这块肉 这笨 我就说在利益面前 在诱惑面前 控制不了自己 然后你看这个人 就耽误了这么个人 就把自个儿 老好的一个人给耽误了 这就是我的对他的看法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 我们看到他表态呢 挺直接的 而且据说是很 怎么看起来呢 就是是一种 不像原来的曾经权 但是他这种表态呢 我个人怀疑呢 是不是来自于习近平的交代呢 绝对有这种可能 我们猜测了 这样又再次造成 中央政府层面呢 跟下面的操守呢 是两个做法 大家记得陈光诚的时候 是中央政府的做法 跟下面政法委的做法 是两个层面 大家咋不咋吗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这件事情的 大概的一个状况 美国之音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呢 来的也蛮直接的 湖南调查 李旺阳死因 翻案先升 还是缓兵之计 对 大家都在猜 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文章他副标题 直接讲说 大案将翻身 那罪责谁来承担 没错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这里他也提到 邵阳公安局局长 李小葵 告诉朋友们 这个案子很复杂 他没有下令杀人 但他担心自己会成为替罪羊 哥们 李小葵 你能跑你就跑 能踹灵管 你就踹灵管 你职位比较低一点 但是你还是有办法 前有车 后有车 人 人不会被憋死的 人只要顺天意而行 很多事能好办的 对吧 我觉得这么想 反正你弄不好 也是踢嘴羊 就像王立军想明白了 我到哪横竖也是死 横竖都是死了 我还有什么在乎不在乎的 来一把是一把 那文章副标题也提到说 是否为时过晚 无力回天呢 实际就说 在调查是不是能够把真相拿出来呢 我觉得秉承的李小葵那个说法 其实很多事情就能拿出来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就看中共的最高层 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关键 在南华早报上有个漫画 那漫画里说 一个官员双手指向 装有李王阳骨灰的坛子说 为了透明 我们欢迎外部专家 来检查李先生的遗体上 是否有没有施暴的迹象 那这是对现今政府的一种嘲讽了 我觉得这表达出一个概念而言 但是我刚才提到 南华早报的背景呢 值得大家思考 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的背景呢 是有中共最高层的 这种背景的含义在里头 这篇文章里也提到 为胡锦涛到香港保驾护航的概念 他主要引述的呢 是这个苹果日报的专栏作家李平写的 李平当时呢有这么说 他说如果民间媒体 自此静等北京回英 不再穷追猛打 不再施加压力 恐怕七一一过 北京给海外的答案 只是早前的 邵阳式的声明的一种翻版 就是不干实事 糊弄过去就完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绝对有这种可能 原来的操守是不是这样 一直操守是这样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你作为胡锦涛要明白 自己你心里要明白 是谁在跟你下家伙 那同时网上有很多照片 我们看到呢 有大规模的军队 就军人的军车 包括装甲车 这些车辆呢 进入了香港地区 香港的警察局 香港的维持治安的官员 都讲说不知此事 而另外的消息讲说 认为呢 这是香港 驻香港的解放军呢 在换访 那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说 他可以随便怎么解释 你怎么解释都成 但是呢 装甲车跟军队 进入了香港 到现在我们没看见 香港的原来的部署的军队 有车辆出来 这就完了 怎么解释都没用 现在军队 大批的军队 开着装甲车 进入了香港 这是事实 就完了 对吧 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的 是不是他们已经意识到 在香港 真可能在七一这天 出来十万 二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的老百姓 可能有 可能没有 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 胡哥 你怎么办 你的着眼点 你的立场点 到底在哪 是怎么样 取决于你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自己 对这个问题的 判断和操守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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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